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到香港公園 這裡是景色而人 為什麼來到香港公園就是拍花? 為什麼要分享怎樣拍花呢? 因為3月15日 香港花偉展開始在維園做展覽 所以我就分享一些我認為幾好的技巧 給大家看一下 如何去拍花 其實我今天就用了一部故事 GFX100S加一支R100M 除了100M之外 還有其他的R鏡和一支M鏡 今天就周圍去拍花 第一件事 日光日白都帶一支閃燈 有支閃燈 有一個Trigger Trigger是Decon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什麼牌子都 只要中間那一點 接觸到相機 就可以觸到閃光燈會亮 技巧就是 其餘那些摺點 就用膠紙黏著它 對 我有一個最焦桶 光桶 在樸部買的 只需10元8元 我會對著巴巴拍一張 為什麼我這樣做 因為我不想後面有其他光源影響到花 只會有光 我就會這樣做 這是其中一個技巧 有些朋友說 只會有光 後面的散景就看不到 一會兒 一會兒就會拍下 只會自然光 拍了一張花 現在就先用這個 我先試一試 對焦了 我就開始 閃一閃 我看看這個 結果是怎樣 好 我們大家來看看這個結果 後面都會全黑的 看到花在這裏 其實都不錯 這個效果都蠻漂亮的 這樣 我鉗後面那裏 可能真的太黑了 我先把曝光暴多一點 我再拍一張 我再試一下 好了 曝光暴多一點 我不如就是調這個 ISO 好不 對 反正現在的機器的ISO 都很厲害 我們調這個ISO 調到 84 84 也有一點 好 好 那我就把眼燈 那個 現在是四分一 好 那我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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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光的輸出是多少呢 其實是不知道的 try and error 沒有大師 一下可以告訴你 是看到的 哇 有些風 好 看到了 OK 這個就看到後面少少散景了 回去就可以做少少Photoshop 推出來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 玩了這個 還有拍了這個花 我又用其他角度 用這個技巧 拍下其他東西 好 好 剛才出去拍完照片 回到辦公室 當然是看看照片的情況是怎樣 好 剛才拍了那張白色花花 現在開出來看看 好 這個白色花花開出來 對了 看到這張照片 你會看到 我的燈就打回去 就打回去 那個花上面 其實這張照片 是用一支 R18 2.8Marco影的 一支鏡 就是用這支 100Marco影的 這支R鏡 是A Pro來的 拍出來的影像 非常之Sharp 還有Marco的表現能力 非常之好 那這些 你說R鏡 是否認識到 一億像素的相機 就是剛才我用的 富士 我放大來給大家看 對了 你說是否認識到 嘩 全部那些細緻度 都在那裡 嘩 花蕊都看得很清楚 很清楚 你看全部那些都看得 非常之清清楚 就可以看到 所以這些R鏡 落在現代的 一億像素裏面 用出來都是沒問題的 因為當時其實沒有太陽 我想用燈光 打到那些花那裡 讓它的立體感 就會出來了 這裡都很清楚 看到了 有時我都很喜歡 用這個技巧去拍下花 因為如果一個畫面 裡面拍太多的花 例如一堆花 又突出不到主體 所以這件事都可以 做出來突出主體 去到花展的時候 大家都要留意 可能人很多 我們盡量 不會盡量 不可以接觸任何的花 去移動它 還有 有些角度好像不可以 先弄一弄花 其實是真的不好的 總之一定不可以接觸到 我們拍東西的花 不可以說有風的時候 就唯一的板 讓它不要有風吹到 它動來動去拍 我就一定不會這樣做的了 大家都要遵守這些規則 都不可以接觸到任何 在花展裡面的花 而去拍照 還好記得 那時候每年花展都有一張照 丟出來的 有一個縮縮 就是用口 含著水 噴在花上拍照 這些就 絕對不可以這樣做 看完這張照 大家覺得是怎樣呢 影花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你喜歡怎樣拍都可以 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樣 我影花的技巧 那你說 喂不是喔 我不是喜歡這樣拍 我喜歡全開光圈去拍 其實都可以的 總之你覺得拍得漂亮就可以了 好 那看一下第二張 那看一下這一張 這一張也是 剛才也看到我 就是用一支燈 打到主體那裏 去拍一張照 光圈就是收到11 那其實你的長焦鏡 光圈收到11 都有前景 和散景都會看得到的 那為什麼是收到這麼小呢 因為其實都想確保 我拍照的時候 那個主體 就保持著 你會見到 這朵花的Sharpless 非常之高 而且你都會看到 在收到的頁 很漂亮 非常之漂亮 那這一樣東西 都是我喜歡這支鏡的特色 我都是說 你看這些ABLE鏡 可以看到 細緻度非常之高 分析能力非常之好 那這一張就是 剛才我拍的那張 大家看看那個效果 我覺得也不錯 OK 剛才就看到 有些我拍過一束紫色的花 大家都會看到 我怎樣去用燈去射回去拍的 那就是出來的效果 就是這一個效果 那我覺得 你拍出來這張照片 很有趣 有些詭異的感覺 在漆黑裡面 這個蠻突出的 出來了 那個藍色的花都很突出 而且這個花 可能有些枯葉 我覺得襯托出來 都蠻漂亮的感覺 但漂亮得來 它有些很神秘的感覺 可以給你 那就是當沒有太陽的時候 就利用那個閃光燈 射回去花那裡 你就會看到有這個效果 其實那個對比都很強烈 非常之強烈的對比 還有那個反差都很高 如果你說很喜歡一些很銳利的照片的時候 這個影花的操作都值得去試一試 看看這張照片 放大來看看 嘩 真是每一樣東西都看到 細緻度 你看藍色的表現都非常之好 暗位也很漂亮 很立體的感覺 嘩 拍到好像是假的 對 很立體 每一樣東西都可以看到 非常之漂亮 OK 走過路過就不要錯過了 這裡有一雙小花 怎樣可以拍到一個小花呢 這雙花呢 後面的背景是比較黑的 然後照著 bird 突出這個 光是那欸 去看到的呢 然後著眼鏡 就是有也是一根燈燈 就是 bauen著 這雙方便在上面弄到 就可以按掃 ry議 按 nút 咦 按 nút 應該還 是不是用來 rooms 我要看一下 呀 這樣 就要影片了 就能購集過 línea 好萌燈 把一張的光啊 alter出現了 很漂亮的 又回去看看效果是怎樣 又看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剛才走過路過 不要錯過那張 剛剛我見到走過有個小花突出 用一支閃光燈在上面打下來 拍攝整個花一條 但是後面的散景沒有什麼雜物 去阻礙到我去看這張照片 其實簡單也是一個非常喜歡的風格 先看看放大它 你看看這張照片非常鮮明 很多細節都看到 其實你剛才也看到了 它有風吹得它動來動去 我也是用一支閃燈打回去 可以拍攝它 光圈真的收到小一點 至少收到8 光圈收到8的時候 就算它動多一點點 景深就會深一點 不會說開到2.8 動一點都會令照片很蒙 當光圈收到小的時候 所有細緻度都會看到 你看那條花框那些毛都會看到 嘩 真是很有細緻度 一億像素就是一億像素 沒得到說 跟那些2400萬 6000萬像素的相機 其實分別都挺大的 你放大出來 每一個很細緻的位置 都可以放大來看 嘩 好像顯微鏡的樣子 真是 OK 我就蠻喜歡這些簡約的感覺 只拍一個主題 背景就會是 沒有什麼雜物 其實跟拍人像的理論 都是差不多的 我們試試用一支燈 在旁邊打花 看看那條花 拍出來是怎樣的樣子 我現在試一張 可以了 好 我們先看看 來了 應該都可以的 把燈的位置 切掉它 那隻花呢 對了 按這個位置 剛才我們又見到我在後面 打了眼燈 近來這個大花那裏 嘩 這個感覺 真的非常之有趣 因為我覺得 後面打了眼燈 可以 那些光在花那裏 滲出來 就會做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顏色非常之美 以及所有的細緻度 都非常之高 如果你說有密集恐懼症 那些 看到都會有些 有些不舒服 對不對 是不是呢 因為都很密集 這件事 但是 看出來 所有的細緻度 都非常之高 以及那個通透度 都非常之好 這個都頗有趣 這個感覺都 所以 有眼閃光燈 去做這件事 都是一個 不錯的 做法 來的 起碼不用 只是 有現場光 我只是去拍個花 這樣 那這件事 都可以做到一些 別的感覺 的照片 這個都很美 我都很喜歡 那種顏色 很粉紅 那種顏色 很通透 那種感覺 OK 嘩 那些葉的細緻度 都很高 那個層次都非常之分明 真的 嘩 你看那些葉的一層一層 那種感覺 真的非常之厲害 嘩 你看裡面的花蕊 那些全部都很細緻 這樣去看到 好 我們又看看第二張 好了 剛才就看了一些 我用閃光燈拍的花 那現在呢 就看一些 用現場光去拍的花 究竟 閃光燈和現場光拍的 又有什麼分別呢 那其實呢 分別呢都 都大的 這一張呢 就是用現場光去拍的 那構圖那方面呢 都是有前景啦 側近有散景啦 那其實呢 這個位呢 就是我見到呢 有些白色的花 裡面呢 下面呢 就有些紅色的花仔 那就包圍著它 那我覺得呢 用一支 微距鏡 去拍它呢 那個效果呢 就蠻突出的 因為有前景啦 有後景啦 還有 有一個包圍著它的感覺 那我們又看看 它那個 效果是怎樣啦 那個效果都非常之好啊 但是呢 用閃光燈打下去的花呢 我們經常都會說 打得起一件貨 即是打得起你想拍的東西 那 那個細緻度當然是會高一點的 因為那個光圈呢 真的收細了 那這一張呢 其實我都是全開光圈去拍的 都是2.8光圈去拍的啦 如果你2.8光圈去拍的時候呢 可能都 那個景深都會比較淺一點啦 那但是呢 用現場光去拍東西的時候呢 那一種 現場光的感覺呢 又不同的 比較柔和一點的感覺 你看到比較柔和一點的 都非常之靚啦 好 那這一張啦 背景是一個香港公園的瀑布啦 還有一個在樹上面的 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花啦 那又 我看到那個瀑布可以交回一個萬塊門去拍啦 對啦 還有那個花呢 都非常之靚啦 OK 通常呢 我都是做一些很簡約的構圖的 簡簡單單就OK的了 不用太多東西去做的 那才會突出那個主題出來的 那麼最後呢 就去看看這一張啦 那麼 那麼 剛才那張和這一張呢 都是用一支 R鏡啊 那麼剛才那張和這一張呢 都是用一支 70-182.8的A普 那 這支鏡呢 都是一支非常之聚利 和通透的鏡頭來的 那麼 雖然就真的大支一點啦 全手動對焦 但是拍出來那種感覺呢 哇 非常之靚啊 好 拍花呢 一定是帶一些大光 一定是帶一些大支一點的鏡頭去拍的啦 那麼 下腳架就一定的啦 但是呢 我用這支鏡頭和加布富士呢 拍這張照的時候呢 我就是沒有用過腳架的 只是用一隻腳托著來拍的而已 那拍出來的效果呢 哇 我覺得 非常之真實啊 你看 每一個細緻度都很漂亮 尤其是呢 它那個葉子的反光 真的經常都說的 啦卡呢 即是拍這些暗位 這些反光位 真的非常之靚啊 很有立體感 拍出來的那種感覺 你看到 其實呢 那裡有很多很多這一類型的花 那我看到呢 有兩支是會比較突出啦 還有呢 找那個主題的時候呢 你都要留意它那個背景 會不會是有其他東西去影響到啦 如果你說那個背景 顏色其實是差不多的 是很多枝花都是這樣的的話呢 那又不是那麼突出到那個主題出來 那所以呢 有時大家去找東西拍的時候呢 都要多點留意那個背景是怎樣的啦 那我看到這兩支呢 那個背景呢 後面呢都沒有什麼說 有其他 同類型的顏色呢 可以黏住它啊 那樣啦 所以那個立體感呢 還有那個背景的分離度 都非常之好啊 這裡是 拍出來呢 好漂亮啊 還有前景啦 對了 後景啦 你會見到啦 那我這張照片呢 都是全海光圈拍的啦 哇 非常之靚啊 真的拍出來 尤其是在這些暗位那裡 那裡 那拉卡的鏡子 發揮得非常之好 那分享了一些我影花的技巧啦 那其實影花呢 各人都有不同的想法的 那只要你喜歡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對我今次這個影花的分享呢 有些什麼意見啊 或者有些什麼問題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回我的 那多謝大家收看啦 拜拜